好了 观察中国不愿意企业到境外 特别是到美国上市集资 唯恐情报被出卖 现在又多了一个掐喉的办法 叫做网安审查 中国大陆网路轿车平台滴滴出行 坚持就是要到美国上市 把官方惹火了 官方对于滴滴惩罚行动还没结束 先下架滴滴母公司旗下25款APP 那么滴滴的事件也获连其他 正要打算到美国上市的中资企业 中国大陆网信办发布规定 要求掌握100万用户各资的营运商 到国外上市前都必须申报 接受中国网路安全审查 今天我们打开各大手机应用商城的发现 滴滴出行已经全部被下架了 滴滴出行叫车APP都还没恢复上架 9号大陆网信办却在加码 把滴滴母公司旗下包挂滴滴企业版 在内总共25款APP一并下架 消失在手机应用商店中 大陆官方显然还在气头上 6月底滴滴不顾反对 坚持赴美上市 结果被以违法违规收集 使用个人讯息下架APP 股价也从开门红一路下跌 上市10天市值蒸发超219亿美元 美国投资人甚至发起集体诉讼 认为滴滴未及时告知风险 滴滴下架风暴更延烧所有计划 或正在美上市的中资企业 在美股上市的风险一直存在 如果将来如果美国交易的话 香港能够单独交易 你一定要作为一个主上市地 你作为第二次上市是做不到的 原本只在美股上市的大陆电动车品牌 小鹏汽车 旗号也在港股挂牌 强调回港上市重要性 大陆网信办更直接颁布新规 要求掌握超过100万用户 个人讯息的营运商 到国外上市之前 都必须申报 接受网路安全审查 打着自安旗帜 遏止中资企业赴美上市 另一方面大陆更是担忧 被美国投资市场绑架 尽管美中关系不目 但今年以来 已有37家中资企业在美上市 基资高达129亿美元 数量远超去年 特别是赴美上市的大陆网路巨头 下着大量资金 壮大规模 兼并扩张 都让官方相当忌惮 内地持续加强反垄断行为 市场监管总局宣布 禁止腾讯将名下两大游戏直播平台 虎牙和兜鱼合并 是内地第一中这一类的个案 大陆网路巨头 腾讯旗下投资的两家游戏直播公司 虎牙和豆鱼 去年10月就决定要合并 但现在被市场监管总局挡下 理由是两者合并后 占游戏直播七成市场 腾讯又分别拥有两家公司 三成左右股权 如此一来构成垄断 腾讯和豆鱼先后回应称 将认真遵守审查的决定 积极配合监管的要求 腾讯主导的合并案 无奈告吹 大陆对网路企业监管行动 一桩接着一桩 7号官方才以22起合并收购案 违反反垄断开罚 一案处以人民币50万 腾讯共被罚了人民币250万 阿里巴巴则是又吞了人民币300万的罚款 大陆网路企业被官方的反垄断 追求打不知何时才能摆脱 现在又有网路安全审查 过往行业龙头纷纷沦为官方打击目标 动辄得救只能转为低调 TPBS新闻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